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继中国女篮大胜东道主印尼女篮后 中国男篮又不流行面 都送给了东道主印尼男篮一份大礼 亚运会男篮红队35分大胜印尼半决赛将战中国台北 同样是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同样是中国和印尼篮球的对决 在8月26日晚19点30分开始的比赛中 中国女篮已经以141比37大胜印尼女篮104分 用一句太财报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笨 中国女篮此前赢了印尼104分 一天之后的今天晚上 中国男篮在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迎来东道主印尼男篮 但和印尼女篮相比 印尼男篮还是想着给中国男篮制造更多的麻烦的 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大量的印尼球迷给了东道主球员自信和勇气 将印尼男篮一瞬间找到了比赛感觉 居然和中国男篮相侵不下 首阶比赛进行到还剩下3分40一秒的时候 印尼男篮只以13比14落后中国男篮一分 只是随着比赛往后推进 中国男篮才逐渐拉开比分 但就是这样 印尼男篮也没有放弃 第三节的比赛还让中国男篮红队主教练李拿 在暂停是很不满意 中国男篮场上五名球员的表现 不满他们一个人头 四个人看 不满意他们篮板控制的还不好 最终 中国男篮以98比63击败印尼男篮35分 和韩国男篮小组在首场比赛就以104比65大胜印尼男篮39分 中国男篮才淘汰赛 才因为印尼男篮35分 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 把中国男篮大胜印尼男篮的35分和中国女篮大胜印尼女篮的104分相加 中国男女篮双杀印尼男女篮达到139分 无论会做是谁 这都是一份特别残酷的礼物 更何况是东道主 作为亚运会的东道主 在最近几届的亚运会里 很少出现东道主男女篮都被中国男篮或者被其他强队打胜的情况 2014年的人穿亚运会 东道主韩国收获了男篮和女篮的双冠军 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 东道主中国收获了男女篮冠军 2006年卡塔尔亚运会 卡塔尔男篮也有很强的实力 决赛才以44到59出给中国男篮卡塔尔女篮没有参赛 2002年釜山亚运会 东道主韩国男篮迷转中国男篮夺冠 韩国女篮也获得第二 最近一次出现东道主篮球大笔分输给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 那亚运会还是1998年亚运会 当时的东道主泰国男篮小组赛 53比114惨败中国男篮泰国女篮没有和中国女篮交手 时隔20年 东道主篮球再次在亚运会上场到了痛苦的滋味 把马